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彭祖呢非常的长寿啊 当时已经活到800岁了 当然了过去的这个800岁跟咱们现在的还不太一样 过去呢一年是按60天算 那和他现在呢也有个130多岁了啊 那我们在中国药典里看到呢 关于这个灵芝的功效呢 实际上就是补气 安神 止咳 平喘 那这个灵芝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它到底价格怎么样 又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来啊这仙草还真是难找 莫非咱们缘分未到 虽然进不了山 看不到野生灵芝 好在悠悠听说呢 在咱们武夷山啊 还有一个灵芝种植基地 要不今天咱们先改变下行程 上那去看看 看看这野生灵芝和种植的有什么区别 灵芝种植基地在武夷山北面的无团乡 悠悠在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有这个地方好奇怪 不是养灵芝的吗 怎么一个灵芝都没见着 都是一些盒子 这什么都是灰的感觉 这里边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底下都是灵芝 哎呀还真是灵芝啊 怎么都那么多泥的感觉 我还是先找人看看 问一问 你看都是灰 是啊 好好的灵芝上面怎么落的全是土呢 赶紧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灵芝怎么那么脏呢 我现在刚从土里钻出来似的 你们是在给这个灵芝做清理吗 不是 这个不是土吗 这是灵芝的爆纸粉 我们在收灵芝爆纸粉 爆纸粉 什么叫爆纸粉呢 爆纸粉是这个灵芝的种枝 它是灵芝最精华的部分 它有什么用呢 爆纸粉的这种 它的营养成分是灵芝的75倍 那这么说这个爆纸粉 还比这个灵芝要更珍贵 是 是吗 哎呦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我以前还以为 是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那它这个价格 肯定要比这个高好多吧 像我们这种 这是一个头盗的爆纸粉 这是比较珍贵的 这爆纸粉一克在市场的价格 一克要20块钱以上 20块一克 500克一斤 那得1万块钱啊 好的爆纸粉 只是这个价格啊 对不起啊 发现这个棚里的这个灵芝 长得都挺规矩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们这种GAP的这种 这种规范 还野生栽培的 所以它的就是条件 基本都差不多 所以长出来灵芝 都是比较整齐 我们基地也有很多 席形怪状的灵芝 是吗 对 那快带我去看看呗 好啊 那行我们这个研究所的 梁所长带你去看一下 梁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 带我去看看你的 席形怪状的大灵芝 好吗 好 去看看 好嘞 梁叔是这个基地的技术顾问 他研究种植灵芝已经有三十多年 悠悠发现 只要一说起灵芝 腼腆的梁叔就笑得像个孩子 我们去看看 好 那个奇形的灵芝 在哪呢 就在这里 这是这个 这样 这么多怎么知道哪个啊 平时管理看见了 经常要打开来看看 有没有虫害 有没有蜘蛛 太漂亮了 这灵芝 奇形灵芝 我们以前出口日本拿手鞋 就是不要的 这个还不要啊 这个不要你送给我吧 现在我很多人的生活物质水平提高了 这个拿来做盆景 真的 盆景一长得起起起瓜瓜的越好 就这样子的 但是灵芝一般是猪腰型 有的是圆形 有的是猪腰型 是这样子的 那像这样的灵芝 长的这种奇灵芝 是不是就是长得特别长时间的 不会 它的生长期只是一年 才一年啊 悠悠实在不敢相信 号称仙草的灵芝 生长周期只有一年 看过电影《白蛇传》的人 一定都会记得 其中那个稻仙草的故事 白蛇白素贞 到南极仙翁那里 偷来了一种仙草 灵芝仙草 将它已经死去的丈夫 许仙草就活了 梁叔告诉悠悠 在让人奇思回生的千年灵芝 只是个传说 又活了许仙草 不是那样的 哪有千年的 有十几年都不做了 还有千年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就是 长得越长时间都吃了能成仙的那种 时间越长它是木质化 它就里面没有木质了 像木头了 它就没有营养了 没有用了都不说 这样啊 对啊 我们都要吃一年了 所以我真的是打破了我的学体色彩 它就含这个胺基酸 淡泡醋糖维生素三天 它含的比较高 如果说你今天不收 它底色会没烂掉 这样吗 事实上 女生灵芝 这长时间不要超过十年 一般三五年查了就刚刚好 咱们这有大的灵芝吗 有啊 我带你去看 好啊 多大的大概 这个是六十公分 六十公分 那赶快去看一看 六十公分 好吧 好 去看一看 六十公分的灵芝 算起来得有脸盆那么大吧 这可得长不少年吧 在哪呢 这个大灵芝 这里 哎呀 哇 这么大 哇 这个灵芝很有多大 长了多久了 这个 多大年龄 你猜一下 这个 十年 小说也得十年吧 长那么大呢 没有 这个 只有一岁 一岁 不会吧 你别骗我 长那么大的灵芝 才一岁啊 不会骗你 怎么可能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哎呦 我天呐 今天真的是破了我的神话梦啊 灵芝 我想的那个灵芝都是千年灵芝啊 今天呢 到这个大棚里来不仅知道了这个灵芝没有千年 而且灵芝名贵的呢不仅仅是灵芝还是它的包子粉呢 但是很贵 我买不起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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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